有調查說超過7成人支持電競在香港發展 但部分受訪者對於行業發展認識不足 2018年印尼亞運電競是示範項目 香港代表更加奪得金牌 浸會大學去年4月至12月訪問超過1500個15歲或以上的市民 研究公眾對電競的了解程度 超過7成的受訪者支持本港的電競發展 亦有超過6成人認為電競可以促進多元化的經濟等 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 不過近2成人並不知道電競將會成為下屆亞運正式比賽項目 近5成人就認為電競等於電子遊戲 被問到應否認為電競是運動比賽項目 5成4的受訪者不同意 研究團隊亦訪問了超過2000個大學生和中學生 當中只有48個中學生和56個大學生曾經參與電競比賽 有學生就認為本港的電競資源頻發 發展前景不好缺乏發展政策等 令他們對投身電競行業卻步 現在對電競的地位問題 地位即是說當年我們說踢球沒有前途 如果你覺得電競是一個可以發展成為一個 我們說企業其中一個職業 然後有前途的話 很自然的社會支持 家長會支持 將會成為一個有地位的有系統去發展 研究團隊說電競在大灣區發展澎湃 香港的電競市場具發展潛力 我們怎樣一起用內地市場 怎樣跟大灣區、皮膚大灣區合作 去做一些聯賽 去做一些培訓的機制 這些我們應該去想 這些我們應該有策略地去想 怎樣可以擴大個餅 而不是天天只問政府多拿資源 研究團隊期望政府制定發展政策 鼓勵遠後提供課程 培養電競人才 無視電視機者吳心如拔道